战斗机大营角特性是现代先进战斗机空中格斗和争夺制空权的重要战绩指标 是发挥飞机使用潜力,保证飞行安全的重要技术基础 国际上第三代战斗机能实现驾驶员沿望窗外的无优力机动 第四代战斗机能实现大量的过失速机动 这些都是在充分的大营角特性飞行试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战斗机大营角特性试飞技术是包括检验和平定飞机允许的飞行限制 飞机的抗偏离和过偏离特性及其改出方法 是飞行试验的重大关键技术之一 为了发展我国的大营角飞行试验技术 保证我国新年三代机的研制和定型 1995年原中航总公司决定 通过国内预言是非解决这一关键技术 大营角特性飞行试验难度大 风险高 影响飞行安全的因素多 研究中进行了充分的预先研究工作 包括风动实验 理论预测计算 模型自由飞试验和人在回路的地面飞行模拟试验 技术准备工作还包括通过国际合作的 试验员失速尾旋驾驶技术培训 改装阻力散作为应急安全手段等 在充分技术准备基础上 选择了具有典型三角翼气动布局的尖叫漆飞机 作为试验机 顺利完成了35架次的大营角特性飞行试验 总计进行了各类施速77次 一至三圈尾旋33次 进明界营角盘旋 小速度筋斗 无半径跃升侧转 伪冲等小速度大营角机动87次 建议本坡之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本次研究的成功进行 突破了国内三角翼布局战斗机的大营角失速尾旋试飞技术 标志着我国已经具备了常规特律飞机大营角失速尾旋试飞和试验研究能力 使我国的战斗机大营角特性飞行试验技术 达到了国际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先进水平 在我国建立了从风动实验 理论预测计算 模型自由飞试验 地面飞行模拟试验 到全尺寸飞机飞行试验 较为完整的大营角特性预测试验体系 本次研究极大的推动了我国在大营角特性飞行试验领域的研究工作 所取得的技术和经验 已成功地应用于教练搭飞机 配装涡扇十一发动机的失速尾旋检查试飞 和坚实飞机设计定型 大营角特性试飞中